10月12日,记者见到了正在指导西点师制作西点的62岁意大利人弗兰克布拉格米诺,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辈,这是他来到重庆的第八个年头。 从2016年开始,老辈便在重庆创业,创办了一家意识美食品牌,开始了他传播意大利文化,融合中意美食的探索。 老辈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的餐饮世家,受到家庭环境影响,老辈从小就结束餐饮,到现在已经从事餐饮行业40余年了。 在餐饮行业,有着丰富经验的老辈谈言道,尽管开餐厅对他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,但是在创业初期的时候,由于对重庆当地不够了解,以及影视文化的不同,他还是遇到了很多困难和挑战。 所幸,老辈一直寻求变化,从一开始的实体店到现在主要经营外送,以及对产品口味做出改变,他渐渐摸索出了这其中的平衡点。 在最初,非常可怕,因为我们不明白什么在那时的情况下,然后我们开始平衡的糖尖在那里,我们不改变的味道,我们不改变的味道,我们不改变的味道,我们试试了平衡。 在那时,我们不太喜欢甜甜的味道,也现在,也现在,但是它是不同的。我已经看到了六年前的差别,现在有很多客户喜欢甜甜的味道。 在那时,老辈也将他的家乡,都林的美食文化和自己想要传达的理念融入进他的产品中。 迷你盒子是老辈研发的一款产品。 老辈介绍说,这当中的迷你二字是来源于意大利都林当地的饮食习惯,而盒子的形式则是想让大家有更多的机会去品尝不同的东西。 它是属于我自己的城市。 老辈认为,通过尝试不同食物是了解不同文化的一种很好的方式。 因为不管喜欢与否,口味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展现。 所以,它力求找到不同口味和文化的平衡点,而不是去完全改变它们。 我愿意交参与我们的文化的文化。 可能这些人喜欢,这些人不喜欢。 但是,这是一个方法的解释的文化,不同的文化。 因为如果你从来没有试试这个文化, 怎么可以解释的文化呢? 如果我从来没有吃的火锅,火锅, 怎么可以解释的文化呢? 美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。 在老辈看来,食物可以连接所有人。 他也希望人们在品尝意大利西点的时候 也能了解到一些意大利文化和生活方式。 多久,我们的思考是 我们的意图是 与将来的文化交流的呼吸 如果我能解释 一种的方式来的新西方式来生物, 一个食物来的食物来的东西, 在中国计划我愿意做到这个… 感谢观看